嗨各位 我是錦穿衣 咒術迴戰零 對 我相信其他的應該都不用我多說了 既無限列車之後的Jump漫改現象級大作 上映後迅速突破百億票房然後宣布2023年第二季 正式將咒術迴戰這部作品給拉抬到了與海賊鬼滅並肩的最新世代Jump3巨頭 而你們懂得這樣一部睽違兩年的超級大作啊 不知道在大家身上的討論也是絕對不會少 包含畫面 角色 音樂 劇情以及最重要的到底有沒有比無限列車更好看 而這些呢就是我會透過這部無雷新的影片向各位回答的問題啦 咒術迴戰零顧名思義講述的就是咒術迴戰系列起點的故事 但是如果你以為本作跟其他正常的前傳一樣用意思來交代很多角色的起源故事 例如五條物如何盤上最強之路之類之類的那你就想太多啦 我們這次要講的是這個...這個...這個...這個人的故事 這一部《咒術迴戰零》最初是介健老師在月刊上連載的一部叫 《東京都立咒術高等專門學校的短篇漫畫》 後來因為這個短篇意外的收穫了不少人氣啊 因此介健老師就受編輯部的建議使用同一個世界觀 然後換一群主要角色來挑戰本質的連載 於是我們現在才有了這一個定位被改為前傳的故事 劇情講述在《虎杖幽人》進入高專的一年前 本作主角以古猶太為了控制附在他身上的青梅竹馬的咒靈而進入咒術高專 與珍惜、熊貓還有狗人三位同學一同對抗邪惡咒組師下游考歌的故事 然後不用說你有看到的話就知道 這三位就是後續主角三人組的學長姐嗎? 唯獨以古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在本傳出現 電影的故事本身其實算相對簡單 不過馬帕跟《嫖幸厚》大概就是看上了這一則相對獨立又簡單的故事 加上遺古猶太與幼迅然、李湘之間既純粹又扭曲的愛情故事 所以才選擇將這一部給推上大螢幕 但講到這裡一個非常巨大的問題就出現了 也就是本作在所有宣傳上都大大的把愛情兩個字打在最前面 沒有比愛更深的詛咒哪有啦我們是純愛欸 就連特地找來國王排名的《坑怒》創作兩首主題曲《一圖》以及《逆夢》也全部都是愛情歌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也不算什麼劇透了喔 你實際去翻翻漫畫馬上就會知道 愛情是全篇描寫的最最薄弱部分 本作真正花了很大一個篇幅在描寫的 反而是最正統的主角與夥伴間的友情 以及以古猶太他自身的成長歷程 所以說一開始讓我看到預告的時候 我本來是預測說這不大概是那種盡可能裝出一個現在的國高中生最喜歡的一個很虛無緹緹的唯厭世吊吊 然後在開頭結尾大概穿差一點愛情的成分 最後就是靠雜錢畫打鬥加音樂給他硬懟過去的爽片這樣 不過後來監督有補充說 會在猶太還有李湘的感情方面做更多的琢磨 那實際上到底有沒有呢 嗯...在我們後面再解釋啊 先講前面我說是真重點的同儕部分 這塊我得說做的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你們知道做出迴戰本傳第一季最大的槽點之一大概就是 虎杖夫威還有丁哥三個人經過了整整一季感覺還不是很熟 因為劇情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要死命的把他們拆去做不一樣的事情 再來可能就是一些人設上本來的問題喔 因此這三個湊在一起 你就是感覺不到像是二年級三人組之間非常真誠自然的火花 而我覺得電影跟動畫為什麼會有這麼劇烈的差異很大程度 應該就是由於優太還有珍稀狗卷胖達 這四個人的角色定會呈現一個相當漂亮的互補的 以古優太跟虎杖幽人是風格差異非常劇烈的主角 對開頭你可以看到這兩個人之間的一些共通點 比如說肚子裡都揣著一隻可怕的魔物然後被揍出界的高層除以死刑 接著被五條物徵召而進入高專就讀之類之類的 然而兩邊的個性卻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相反 虎杖雖然吃了兩面素挪手指依然非常的開朗正向 不過以古優太卻一直受他童年發生的慘劇還有他身上的這隻超強咒靈所苦 因此不同於在故事非常早的階段就決定要來幫助人的優人 咒術迴戰靈主要是看缺乏自信的優太是如何受同伴還有老師的引導走出陰霾 一步一步的成為獨當一面的咒術師的 五條 珍稀 狗卷還有胖達都有在這趟旅程中對主角做出正面的影響 胖達重要的戲份比較少但整體上是一個非常討喜很能調劑戲份的吉祥物 狗卷中間有和優太一起出任務的段落 並且雖然他說話只會說飯糰的餡料 但是因為他跟優太一樣都是屬於那種從小就受自己的咒術所苦的小孩 因此也是有默默的這一盤為人家付出一點關心 最後當然就是珍稀學姊在零升格為第一女主角的她呢 對 沒錯 不是香菜 好啦 我猜馬耙大概也知道珍稀是原作最有亮點的角色 又強又巨又眼鏡又玉姐後面還給我嬌了整個婆到一個不行 嗯 總之珍稀她即便沒有天賦又出出手老家刁男人就努力不懈獨立自主的這份堅強 對上遺鼓她一開始就有天賦爆炸卻常年找不到生存理由的畏縮 這兩者間又是一個非常好的對照 這就是為什麼明明二年級組相處的時間可能還不及第一季為止丁虎黑的一半 可還是成功能讓人感受到這四位之間甚至更剩一年幾組的情依的主要原因 因為主角群的故事都是直接相關的 當然這講到本作大反派下游結跟五條歐的關係也是如此喔 本作大反派跟本傳的一樣是下游結 總之下游結為了搶奪優太身上的李香而搞了一個叫白鬼夜行的大事件 聽起來是很盛大啦 可是這部的原作竟然是短篇啊 想當然而是不會真的有太多實質的內容的 在咒術證實裡面 姑且是被當作一個大事件記載 可實際上卻是完全雷聲大於一點小 不過這邊大概又是漫畫跟電影差異最大地方了 因為本傳已經出版加上動畫夜已經播出 所以劇場版就可以名正言順的逆輸入那些來自本傳的角色 舉一個例子啊 現在預告中就有登場的七海見人 明明以及一整票在第一季後半才登場的京都陣營的學長姐們 因為白鬼夜行的範圍本來就包含京都 且這些人一年前跟珍稀他們一樣也是一年級 所以劇場版出來玩下打幾隻怪露個臉有何不可 好啦這些還是屬於比較彩蛋性質的範疇喔 有關下游還有五條過去的故事才是本作家的比較重要的元素 同樣電影逆輸入了非常多連載後才有的設定 有一些甚至是動畫還沒有演到的 一個想要創造只有咒術師才能生存的詛咒樂園 一個想說幹你到底在偏激幾點 對啦全篇下來講的算是比較隱晦啦 可我覺得你只要看過火影忍者大概可以看出來 這基本上就是自來野跟大蛇丸的故事啊 在理解上我覺得是不會有什麼障礙 反倒比較奇怪的是本傳漫畫裡面很後面有一個巨大的揭露 是你不先看這個前傳短片不會知道前因後果的你們知道 呃算了看電影的朋友先暫時不用想那麼多沒有關係喔 總而言之MAPA終於是把這個白鬼夜行給弄成了一個 對得起白鬼夜行這個名號的超級大戰 劇場版的戰鬥場面呢用膝蓋想也知道 肯定在品質還有規模都比本傳更大更強 而且我說實在的我個人一向是比較喜歡這種主打順暢動作的純作畫流戰鬥 珍稀學姊華麗又性感的槍術下游順到一個爆炸三節棍 還有五條五...對黑人小哥使出了連續普通拳 做出的動畫團隊永遠不會缺少靠著令人無話可說超強製作 強行把原作的各方各面的網上提升個好幾百階的方法 好吧到這裡既然該講的都已經講了 我們始終都還是得回到豬片的核心 卻也很諷刺的是它最薄弱的一個層面 一股優太以及奇聞李香的感情 前面有講到做出迴戰靈把自己包裝成一部愛情片 可是愛情元素卻偏偏是整本漫畫下來描寫的最薄弱的部分 而那個原因我覺得其實也是還蠻明顯的 因為全篇下來 嗯...就不說李香與優太他們小時候實際是怎麼認識的了 李香他實際出場的部分就只有開頭與結尾而已 而中間我們只能時不時看到 又是優太跟李香在那邊曬恩愛 然而這些畫面對於刻畫這隊感情幾乎是沒有幫助 因為這幾個信就是一樣的東西 丟水球玩遊樂設施都只是在玩 觀眾無法從這幾個場景之中提取出了 哦他們真的很開心以外的任何訊息 劇場版呢我要非常細微的劇透一下 是有多追加幾個李香與優太的場景的 不過那也真的只是幾個而已 後面打下遊截李香就是被暴怒的優太叫出來 然後遵照他的指示攻擊這樣 不得不說感覺非常非常的工具 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說 哇 優太這次被一個很可怕的病嬌怪獸給纏上 好可憐哦 我跟你講看完後你的感覺很有可能是180度反過來的 後面你反而會覺得李香真的是超級無敵衰 就連單純小忌妒一下都還被優太兇有沒有 所以結局 優太對李香的一長串告白包含最後那一句 我不會說有到多突兀 可是絕對缺乏讓觀眾有所感受的衝擊力 就不說別的啊 看完這部電影 我們甚至連優太為什麼喜歡李香都完全不知道 我覺得比較好的改善法應該是從作者附路中可能取出一小點關於李香家世背景的設定 因為他跟優太都是屬於那種小時候家庭背景比較複雜的小孩嘛 然後從中去創造兩個人開始互相吸引的契機 呃 電影多加的幾個性其實也是從附路裡面拔的 所以我是不太清楚為什麼劇組不選擇全作啦 OK 那結論 咒術迴戰鈴是不是一部好電影 是 撇開各種比較方便的部分喔 這部確實是一部你可以看得很開心的超級爽片 那有沒有辦法超越無限列車的高度 答案也很清楚 是 這已經是圍繞這兩大新世代漫改劇頭上長達兩三年的辯論了 就是鬼滅跟咒術到底差在哪裡 哪一個比較好 要問我的話 我認為最核心的差異是在這裡 鬼滅之刃他想講的故事本身絕對不難 人類戰勝遠比自己強大的鬼來彰顯人情羈絆還有親情的偉大 可是人家在小的範圍內 盡可能的把一個簡單的概念給做到盡善盡美 然而咒術迴戰他想要做的東西很多 他會從各種方面去針編很多人類的劣根性 可是 幾乎每一個作者都不會特別想要把他做得多深刻 很多都僅止於一個概念 越弱小的詛咒 越喜歡群聚 或者一段有點few的台詞 沒有比愛更深的詛咒 這個差異我們帶換到無限列車以及咒術迴戰靈也是一樣的 小而專一VS大而平面看你喜歡哪一種 當然啦 90%的觀眾我相信絕對都不是透過這種標準來做決定的 你可能是單純比較喜歡黑暗現在一點的題材 或純粹被他的主要客群給直接勸退 這些都不是錯的 反正你看得開心就好 像我自己進影院看這部咒術迴戰靈出來之後得到的最最大的感想就是 珍稀學姊真的很香 OK 那關於為什麼遺古猶太後續還可以在本傳繼續登場 以及中間中斷期間他去哪了之類的話題 下一部片彩蛋以及細節解析為統一回答 請各位在稍後一下 我是錦川 也我們下部影片見